他其實找我好幾次 原因很簡單 第一個 柯文哲在那邊 我放不下去 我跟那些屋子人完全不合 第二個 你硬搖把我弄進去總部 你總部一定會天天都發生命案 因為我脾氣很壞 一直在警告他說 柯文哲會是你最大的破口 你跟柯文哲走在一起 那 藍的票不一定會給你 綠的票一定不會給你 因為他講說你跟他保持距離 保持距離的意思不是說 要跟他對幹 或是要跟他切割 重點是風格 每個黨都有他的特色 比如說 不公開也不透明 那個叫國民黨 明天黨是公開但是不透明 民眾黨是什麼 他不公開但是很透明 啊這個事不准講 明天所有的記者都知道 在我們分析其他人之前 坤宇你要不要澄清一下解釋一下 就是說黃珊珊這次電視辯論 真的有找你去做顧問嗎 還是外界的一個誤解 其實那個黃珊珊老朋友 其實我們各黨都有老朋友 然後有找我去吃飯 找我去聊天 去談一些什麼事情 我都會 我們吃人家的飯 我們總要給他貢獻一點意見 說個幾句吧 說個幾句 那個以為察知 他想聊 就是說他的旁邊的浮選的大將 他也想聽聽看你的看法意見 黃珊珊也有找我 也有找你 但是他其實找我好幾次 然後那時候我 我都沒有去他總部或是幫忙他 那原因很簡單 我這邊也跟你講 然後 非常簡單的邏輯是說 第一個 柯文哲在那邊我幫不下去 講講講 我跟那一屋子人完全不合 第二個 你硬要把我弄進去總部 你總部一定會天天都發生命案 因為我脾氣很壞 所以為了你的總部的安寧 我還是不要處理你的事情就好 因為這有種種的因素 之前的經驗或是幹嘛 所以我跟他講說 一直在警告他說 柯文哲會是你最大的破口 大概意思就是這樣子 語言不一樣 就是說你跟柯文哲走在一起 藍的票不一定會給你 綠的票一定不會給你 所以你不要再告訴我說 你的票是什麼可以跨越藍綠 單憑你黃珊珊 喜歡你的人 或是認為你做事很認真的人 你的票絕對是跨越藍綠的 你的藍的票也有 綠的票也有 但是如果你跟柯文哲在一起 這個藍的票先不管怎麼說 藍的票對柯文哲是嫌棄 那是覺得說 這是什麼腳黑笑 是這種嫌棄的角度 天龍藍的對柯文哲的態度 綠的票根本就視柯文哲為叩籌 所以本來要去支持黃珊珊的人 看到柯文哲在後面就會挑開 所以我跟他講說你跟他保持距離 保持距離的意思不是說要跟他對幹 或是要跟他切割或幹嘛 他掛武黨籍已經是不是已經有一個策略了 對 他有這個想法 但是重點是風格 因為 因為事實上 黃珊珊原來的形象風格 或講話風格 他跟柯文哲是完全不同類的人 我們以前稱他為無三不成禮 他就是律師講話 他有時候他沒有什麼擁我感 然後講話很平 然後他那個講笑話還會自己先笑 這樣子啊 你不能聽到他這種笑聲 他是其實蠻單純 但事情講起來以後他就會論理 以前我們黨團開記者會 劉文雄啊什麼 衝很厲害 然後寒先生就說 這些事情一二三四 就知性面理性面的程度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跟他讲说 你就维持这种风格 因为这种风格 最自然 大家也最喜欢 你没有必要去跟 克文哲那种风格走 动不动就去骂人 轰 因为你不是那块料 可是相对来讲 民众党还是有他基本盘 13到15%的基本盘 他如果不靠民众党的话 第一个提名是不是他 第二个 那现在没有那么 一下子就有一箩筐的铁票了 民众党的人还是会有自己选择 你看历史民调里面 有人说民众党只有60%支持他 因为每一个党都是一样 那民众党又是一个 67%左右已经很高了 33的这个base 如果是离开民进党 柔性政党 柔性政党 民众党柔性政党 所以他里面很多人 都会有不同意见 所以你不要再去管这个事情 因为民众党不是 国民党民进党那种 有组织铁盘的 你非得要那个组织铁盘处理不可 民进党的人的支持度 他还是用声望或是 他不是纯看人的那种组织的 他其实是 你要有一定的想法 或是那个调性是跟他合的 他就会过来支持 他都是无障碍 不一定要一群党性 不像两个政党这样子 他其实民进党也有党性很强的 有些党性很强的就看他不顺眼 就觉得他不够冲 不够怎么样 他就很多意见 这样子的话 有些时候你没办法处理 像国民党里面也有战斗篮 战斗篮就看比较软的人就不顺眼 或是谁都纯度不够 那个没有办法 每一个政党里面都有很多 很复杂的状况 那么所以其实 重点在选举的时候 重点是你要把自己的风格 稳住 所以我没有去帮他这个 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说 你来帮我弄一下辩论 那我就去了 我不会帮你写稿 他说你没有关系 你来当大魔王 你平常反正就在骂柯P 那你现在就 演那个反派角色 红西部队 演红军 你就负责骂我 那我就去了两次 第一次去没死 第二次去以后 第二天 然后就那个 新闻曝光 新闻曝光了 这个你就难做 不是 新闻曝光 我跟他讲说 当初讲好 这个不公开了 对啊 那新闻为什么曝光 对 他说他也不知道 他查了半天 他想也不是我们小组的 就是那个 那个辩论小组的人 应该不是 然后他 我说那你还要跟谁报告 他有跟柯P报告 可是他也 他也 他也不确定 是不是柯P那边露出去 他没有办法查证这件事情 我说好吧 好 那个照我的习惯 那个谁泄密 我就要把它种在香蕉园里面 现在我没有办法种人 其实民众党这个 泛化文化真的要改 其实柯P也公开讲过 因为之前 蔡比辱不是告我吗 就是说 他们有很多 不是很多 就是一桩两桩 那个匪文案释出 讯息释出 给媒体知道 其实就是他们内部的 来自于他们内部 有时候 我都怀疑 对 据我所知 这个很多地方 很多党都这样 泄密的最大管道 就是最高层 就是他嘴巴最大 就是最高层 就是每天才喊 谁泄密 要抓间谍 就他 不然就是最高层的办公室 就罪他 我跟妳讲 常常就是他 坐贼喊坐贼 是 然后 这个 我之前就写过 每个党对于保密这件事情都很重视 但是每个党都有不同的特色 对 公开透明这四个字来讲 这个 每个党都有它的特色 对 比如说 不公开也不透明 那个叫国民党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 那民进党呢 民进党是公开 但是不透明 他每件事情都开记者会 然后讲得很漂亮 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威胁 对 对 然后 民众党是什么 他不公开 但是很透明 这个事不准讲 明天所有的记者都知道 你还好幽默 我还好幽默 对 但是很传神啦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足够出人物 CPI444 还有足够出人物 CPI444 做出人物 做出人物